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马英九 最近过年期间一共有九位民众 因为感染流行性感冒而不幸往生 他们都没有接种流感的疫苗 这时我想到前年五月 当台湾爆发H1N1新流感的时候 许多专家的预测 可能会有数千人往生 可是由于政府采取了有效的公位的措施 从社会 学校 家庭各方面加强宣导 同时我们也有自己国产的疫苗提供 使得到了前年年底 我们接种疫苗的人数 已经占了全人口的将近25% 也因为这样而有效的防止了疫情的扩大 后来我们统计在台湾有25%的民众都接种了疫苗 18岁以下的更占到75% 这个数字世界第一 全民接种了大概是世界第五名 因此我们觉得不但是国产疫苗的品质很好 而且效率很大 这次跟新流感不完全一样 是季节性的流感 但是还是可以用疫苗来防治 因此我呼吁大家能够配合医生跟卫生署的指示 跟指导尽速地来施打疫苗 尤其是六岁以下的小孩更为重要 大家的生命非常可贵 所以接种疫苗还是防范流感 不论是哪一种流感最有效的方式 谢谢大家